大马民主联合阵线 是有宣布他们在周选单打独斗 那么这样的一个宣布做出来之后 行动党的元老林吉祥 他在昨天的时候就有劝穆达 不应该操之过急 应该在八月份的六周选举 和首相安华的团结政府合作 那么对于林吉祥的这一番发言 可以看到今天穆达的主席夏沙迪 他是有发了文告与反驳 认为说这样的假定并没有根据 穆达曾经三次致函 要求简单的会面 但一直是没有下文的 而西蒙的总秘书赛夫丁海说 没有时间来看他们的信 那么本身也尝试联络过首相 还有他的官员 但是也是没有回应的 那么在这个文告当中 赛沙迪他也说 穆达并没有要求政府相关公司的重要职位 也没有要求合约 只是要会面才可以为这个国家做出建议 并且赛沙迪也是有指责政府并没有实行改革 包括说政府相关公司职位 还被视为是政治奖励 如今还没有政府献金法令 没有限制首相任期为两届 而且首相还能够兼任财政部长等等的事情 那么他有强调 穆达将参与周选 成为人民的良知之声 希望说在制衡监督政府方面 扮演更大的角色 他坦言了 虽然穆达的前路是艰难的 但是他们会挺过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